因為隔壁老馬 他出國了 出國後咧 然後他說他六個孩子 不方便帶 所以 我們家現在已經變成 這個是什麼 嬰兒 嬰兒 遊樂園 是... 我們是 浴衣室 好不好 六個小孩 推我鎖在這裡 什麼都小 怎麼照顧啊 這麼多 對啊 他們只會生啊 都不顧我 有經驗 我是很有經驗 但是一次六個 我還真的不行 而且為什麼 這些小孩都長得很像 NONO是為什麼 我沒想到 是中才NO啊 好可愛 我講實話是隔壁老NO的 故事人喔 兩種可能不一樣 這麼... 太多了啦 怎麼辦啦 我們今天要請支援好不好 其實大哥已經打了一個電話 3 好不好 他的衣服好... 怎麼知道 好有設計感喔 對啊 他餓了 3 好 來 我們帶來的歌曲是 歌手是不是 有點太隆重了 表演... 你好... 你好 請問妳叫什麼 我叫小倫 小倫 小倫什麼星座 摩羯座 小倫是做什麼的 我是做 這個很重要 當父母親喔 真的常常買了一大堆 沒有用的東西 對不對 你真的不知道什麼好用 那說先買再說 一般我們一開始是看外觀 對 好可愛就買了 就買啊 沒有用 妳做這個 妳有什麼本事 就是讓我們相信妳 介紹的東西是好 因為我從小 家裡就是在做這個的 我小時候 對 世襲的 親身 等於什麼 皇帝的公主 然後我小時候就是當我們 印有用品的小模特 對 所以我從小就是在這個 一直被試用就對了 對 新東西來 來... 妳們過來... 對 就是我都是撿人家不要的 是喔 對 然後就還有我還有一個小弟弟 小我十二歲 所以就從小我就跟在媽媽身邊 當一個小保姆這樣 比如說我們這種新手爸爸 新手媽媽去買東西的時候 那妳要怎麼幫助他們 因為像他們進來 我們就會比較查顏觀色 像有一些 媽媽她只是進來逛逛的 那我們就會... 那就不要理她 不是啦 就逛逛 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逛逛 她直接想隨便逛逛這樣 我們就會看一下她跟她打個招呼 那有一些進來可能會 就特別去哪一區 我就會走過去 可能她很煩惱 不知道要選什麼 我知道 比如說一進來 找廁所吧 找廁所吧 太急了 就可能她在那裡 太好了 對 這可能 然後妳就過去跟她講 對 乖乖 真的嗎 抱緊... 這個乖乖 然後妳就會告訴她怎麼辦 對 就像之前有一個來 她不知道她在看吸乳器 對 她不知道她的奶量 要用手動還自動 對 我就去跟她分析 對 她適合的 結果她就介紹她朋友來 手動跟... 自動 對 那到底是 手動跟... 那到底是奶量 大小要怎麼樣 如果奶量比較多 用自動的 你手比較不會痠 但是... 對 但是手動的是 比較能拿捏你的力氣 比較能拿捏你的力量 因為自動它就是同一個 頻率而已 它就是同一個頻率 妳應該就是用自動的 好 那我... 那妳應該亮的 我下次回來看 我不要看 不是... 那個奶的 那跟罩杯沒有關係吧 對啊 跟胸部大小沒關係 對... 是嗎 可是比上還可以 對啊 我老婆超足的 超... 我沒有說她當妳臉 妳臉怎麼不滿足 對啊 有種抱怨的感覺 對啊 就是這些東西就是說 就是我們常常不知道 到底什麼樣好用 所以妳要介紹給我 對 那這樣妳會不會很多 很多的朋友都會去請教妳 很多 就是很常朋友就丟 拉個群組說 我朋友生了 妳跟他講 這樣 妳跟他聊 對 我也跟他講 恭喜... 男的女的 好 白白 不是講這個啦 就是要教他 對 就是要說 他不會幫小孩洗澡 怎麼... 需要哪些工具什麼 輔助的 因為洗澡比較危險一點 我小孩子到一歲 我才敢幫他洗澡 那為什麼 都是媽媽 因為軟軟的 不是自己 之前洗我就覺得 太軟對不對 對 怕把他弄壞 就是很害怕 對 弄受傷 然後稍微大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幫他洗 所以他一年都沒洗澡 媽媽 有媽媽啦 我也太大 媽媽太大 一開始真的會怕 因為那個真的要很多 墊子啊 那個 因為太軟 是不是要很多輔助的 盆子 現在要買一個盆啊 小小的 對 小盆子啊 然後再有個網子 他在上面啊 一個一個網子 還要把它趴 還要翻過來趴著這樣 對 其實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好像一個麻糬這樣 對 剛開始把它放隨著 他不習慣 我就 好像 好像 你可以去把衣服脫了嗎 他就抱著 這很可愛 我每次看到母親之秀 你演小孩跟眼中風 好像很像 好 我表演方式是一樣 不是 你是做過很尷尬的事情 就是客戶上來 然後 你誤認他是孕婦 對 因為 這很兇啊 對 就這樣做捷運嗎 對 請坐 對 類似 因為他進來 他就比較豐滿一點 對 他一進來就是 走到我們衣服的那一區 對 我就想說 那他應該是想看看自己的衣服 對 我就走過去說 我幫你介紹 我覺得這件很適合你 我就拿給他看 他說 我不是孕婦這樣 因為我還跟他介紹說 這個哺乳很方便 對 他就 他就說 而且好可怕 如果你走過去這樣 八個月了吧 好男人 我不是 我不是 對 他就比較尷尬 他就說他是來幫 朋友的小孩買衣服 可是現在的家長 好像對於小孩的東西 就沒有在手軟 沒有在看價錢的 對 他們就看 這個東西哪裡製造的 然後好不好用就這樣 對 哪裡製造的 安全的 其實我覺得 還是要注重一下那個 功能性 因為有的時候買回去 不是你想像那樣的話 你要重買一個 對 這很麻煩 就像那個嬰兒車 剛開始買第一台嬰兒車 你絕對會買第二台 一定會 好多的 因為一開始的 要的在實際使用以後 你一定會說 其實那個更好 一開始他們 大家會比較喜歡買那種 大輪子 覺得比較高級 比較好推的 但是 其實實際上 最輕便的最好用 真的 可以折疊那種對不對 就一隻手可以收納的 那是最好用的 以前我還買過那種 雨傘的那種 雨傘 就是折起來 這邊有個把手 最老是折疊那種 就像洋娃娃 小時候那種 那個很好用 因為我兒子很胖 那時候去日本忘記 幫他買那個嬰兒車 他就一隻隻要我抱 我已經快要死掉了 手好重 但我看到那一台 我趕快買 我不管 我又不管他功能 大家就放不去 好嗎 然後我付錢的手在發抖 好嗎 太重了 太重了 好把手 就是鳳姐大家就出國 不管怎麼樣 嬰兒車帶子 那你們這種賣這個 應該也很有耐心 對啊 滿有耐心的 對不對 對 因為要一直解釋 可是也會遇到比較奇怪 像因為 本來是在店面 然後後面去接一些廠商的電話 就廠商打來就說 喂 我要跟你叫床 什麼 我不想 我沒有在叫床的習慣 對啊 就問了一下 他就說 不是 我是要跟你叫嬰兒床 這樣 就是當下就嚇一跳 每一次都換一種 他是故意調性你的 調性你耶 對啊 因為每一次來 都每次都 大家一定叫床 後來大家來叫村嘛 買村莉 對 原來這裡不用賣村莉 不好意思 這樣也好 好 停就對了 這樣 對 因為有些家長 就是他會選擇障礙對不對 對 他會有選擇障礙 那你講這個好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很好 可是你講得又對 可是我喜歡這個 好爽 對 真的 可是沒辦法 就是得當下 一直要介紹到他 覺得可以 那你會同樣耐心 對你自己的另外一半 也不會 對不對 在客人身上的另外一半 要 對 對啊 買東西 喂 囉嗦 就買這個 對 差不多是這樣子 是喔 對 所以說我 我剛剛一開始想說 這三個的職業 我們都應該好好跟他們這個 我看還是算了 對 我們都沒耐心 請坐 謝謝 臨beat 設定 全家 cent 第